苗栗現為民二十四歲 全身嫌犯 他製造了破百公斤 俗稱喵喵的第三級 毒品市價超過五億元 這一回是遭到了苗栗 還有新竹警方何栗 張然逮捕 不僅如此一查 只想還發現 原來嫌犯遭到通緝 但是雖然這名男子被逮 但他始終不願意供出聖游 以及制毒失腐 幫忙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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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邊走 操槽控哩哩多名便以刑警奮力合作 壓制移民男子 這名嫌犯會吸引大批員警 前來逮人 這是因為他作案 心臟可真過大顆 從外頭的草地到倉庫裡 全部都放滿了粉末 但這當然不是什麼牲畜的飼料 全部都是毒品 這件案件就發生在苗栗頭份 呈現嫌犯在一處山坡的鐵皮屋 製造一百零二公斤 市價超過五億俗稱喵喵的第三級毒品 警方接獲現報苗栗新竹原警合力 到場調查搜證就發現大量毒品在空地上 曝曬 眼前實際成熟立即上見待人 平常的話他們都會在一個隱密的比較市區的 比較那個郊區的部分會有隱密的部分 用那個烘乾的部分 這部分他比較大膽 證明陳姓嫌犯年紀二十四歲 就已經因為槍炮毒品炸氣 以及組織犯罪遭到通緝 一次想在過年前趕年火打轉一筆 陳姓嫌犯聲稱自己主負責 製作半成品 卻不願意透露上游到底是誰遭到積壓 蕭莊在野外給毒品 上一日光雨連緣 今夜驚訝前所未見 繼續下午宴 顏瑞蓉 新主長報導